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机械的走了个过场 王俊凯 王源一样迁徙都转发了官博 转发文案都是复制粘贴一样的 精确的感叹号数量都很一致 他们转发的内容是TFBOYS组和官博 发出三个人的拼接版的视频 三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录制 官方最后剪辑到一起 视频时长连一分钟都不到 只有可怜的49秒 视频的内容也毫无看点 三小只站在窗帘或者白墙前 依次念出相似的台词 自我介绍加祝我们八周年快乐 加真诚感谢 最后再来一句 未来的日子请和我们一起肩并肩前行 这样的视频就像是明星送祝福 与自己无关的感觉 除了台词无聊的机械 三个人在视频里的表情状态 也毫无度过纪念日的开心 视频里除了王源还有点元气 其他两个人在说出八周年快乐的时候的表情 一点也不快乐 视频里的三个人表情管理不到位 看提词去的动作也很明显 被大家吐槽 庆祝视频被拍成了录广告词 有团粉感慨啊 明明前几日 王俊凯王源一样千禧都在北京 却抽不出时间来录一个合体视频吗 真的是连最后的体面都不维系了 去年的祝福视频 三个人虽然也没有合体 但是官方发布了七周年演唱会的主视觉海报 三个人还捧着同款周年蛋糕 烘托气氛 而今年的八周年 TFBOYS组合官博除了发布这个广告 局势感的视频外就再也没有新动作了 内娱养成戏顶流的出道纪念日 真的只有敷衍儿子来形容了 而作为大家看着长大的小孩 TFBOYS的关注度还是很高的 要是在他们八周年这天 连放四个TFBOYS的舞台表演 公司时代风俊的在上心程度上 还是没有央视爸爸的高 其实最近几年 TFBOYS三小只合体的时间趋之可数 那解散的传闻传了一次又一次 2020年的春晚 TFBOYS三个人就已经开始分开表演了 年底 TFBOYS又打破了五年传统 首次跨年不合体 他们身上的组合标签越来越淡 今年6月份初 关于TFBOYS即将解散 是爆料刊登上了热搜 组合官博慌忙辟谣 连年子都打错了 如今八周年的敷衍营业 再次让大家体会到 这个组合的名存实亡了 有的粉丝被这份敷衍伤透了心 当年三个小孩说起来 组合十年的约定 表情里都是满满的期许 而现在连录一个49秒的视频 都如此的敷衍 看不到开心 现在TFBOYS存在的意义 可能就只剩下维系 所年的十年之约了 其实三小只私下的关系 应该还不错 去年9月 王源被拍到夜访 一阳迁徙小区 王俊凯曾经在采访中 被问到另外两个弟弟的问题 也是仰起嘴角作答 却被工作人员直接打断 三小只在各自发展后 为粉增多 为维护粉丝的情绪 他们的表面关系 也是越来越尴尬 逐渐亡不见亡 一个组合出道的 最后却像是圈里的陌生人 这里面可能也有他们的无奈吧 网友精准地比喻 现在的TFBOYS组合 就像是想要分手 一直冷暴力的渣男 强撑者 不主动开口 却处处不走心 TFBOYS如今这般 名存实望地坚持敷衍的营业 让大家看到了难受 真不如干脆利落地放弃 王俊凯 王源 一阳千玺 三人组成了TFBOYS组合 其青春自信积极向上的风貌呢 深受大众的喜爱 他们也一跃成为了娱乐圈里的顶流 尽管三个人年纪很小 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发展 有着清晰和明确的规划 王俊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目前发展也是更加侧重于影视方面 而在影视题材的选择上 他便倾向于有挑战性的角色 更希望在角色中得到锻炼 比如说主演的《断桥》是一部讲述真相与复仇的电影 揭示的是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 善良和正义会一直都在的道理 他饰演的是一个打零工的社会青年 看上去有些邋遢 也有些颓废 王俊凯为了更好地诠释这个角色 暴瘦二十斤 还晒黑自己的皮肤 再比如《理想照》中国里 他饰演的是港庄大桥碎工程项目总经理 总工程师林明 这是一个始终肩负着初心于使命光荣和信仰的角色 不安于同一题材的影视剧 不受困于自己的舒适圈 演员王俊凯了给了我们一次又一次惊喜 王源则更侧重于音乐方面的发展 他就读于伯克利音乐学院 但这并不意味他放弃了影视剧的市场 在1921里呢 王源饰演的是少年邓小平 在影片中他最大的亮点就是四川话和法语的台词 两种台词切换自如 表演也是可圈可点 他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地久天长了 在电影中呢 扮演的是一个叛逆少年 他埋怨养父母将自己当作一个替代品 他逃学甚至离家出走 让人操碎了心 王源平时都是以拐桥懂事的形象 世人此次大胆饰演叛逆少年也是一次大的突破 易烊千玺呢 更侧重于影视方面的发展 积极在各个角色中寻求突破和成长 还凭借古装的全眸剧长安十二时称 获得了中国电视精英奖最佳男演员提名 凭借少年的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 凭借宋尼一朵小红花提名华顶奖中国电影最佳男主角奖 这样的成绩对于一个新人演员来说确实是非常不错了 电影《中国医生》中有很多他的身影 他在剧中饰演杨小阳医生 因此他专门跟着老师学习相关的知识 力图展现出一名年轻医生的进步和成长 而在电影《长津湖》中 易烊千玺则饰演的是一名保下卫国的战士 在这个角色身上我们看到了 敢打必胜的血性的铁骨和不负光荣使命的战斗精神 同组演员吴京对易烊千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千玺在拍戏受伤 让韧带是一根是断的一根是撕裂 有一个场景要爬坡 拄着拐杖爬不上去 你想不到这个年轻人直接丢了拐杖 跪着爬到现场 我看到这个场景真的很感动 最后他还说这个年轻人前途无量 有粉丝发现TFBOYS组合默默将官方的账号中的小尾巴 改成了播的八周年 这让粉丝们开始期待TFBOYS组合 是否将继续官宣其他相关八周年的内容 TFBOYS组合上线官方社交账号 转发有关易烊千玺的内容 被粉丝们无意发现 TFBOYS组合官方账号 已经将手机客户端的小尾巴昵称进行了更改 TFBOYS组合官方将播的七周年 改成了播的八周年 这一举动也引发不少粉丝的关注 目前TFBOYS组合八周年纪念日已经过去 此前在纪念日当天 TFBOYS并没有对小尾巴的昵称进行更改 而是通过电脑网页版的 进行了八周年庆祝视频的转发 好了今天的娱乐点点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的朋友请记得点就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明天见